台南最兇的凶煞 最兇的凶宅要拍賣了 這個價格讓大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它裡面有發生過 非常讓人家害怕的自殺 輕生的案件 但是開出來的價格 一點都不像是凶宅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篇本來是蘋果日報 今天報導出來的 這一個轉貼出來的 它在臉書上Polo 它是來自凶宅方面的相關資料 不過屋主剛剛出來澄清了 他說這一篇是舊的 他說他開的價格不是1380萬 他開的價格 他正式開的是1680萬 而且他說他的底價是1500萬 他說1800...1300 這個已經是錯了 他說有一點勇往 他甚至2016年 這麼多年前他得標的時候 他買到的是562萬 等於說他在心目中裡面 最好的價格要翻三倍 可是大家都納悶 這是凶宅 怎麼... 但是我剛剛還有查到一件事情 他們同一個社區裡面 在2019年賣的是850萬 也不過就是兩三年前 他這個台南的房價 有漲這麼多 第一點在永康的復興七階 你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台南最兇的 這個兇宅裡面的內裝的照片 他有好幾間的浴室 好幾間的這個房間 一整棟 總共應該是有六間的 這個五間 但是可以隔到六間 那位浴非常非常多 這個照片是直播主去拍的 他選的就是屋主在五樓 親身的地點 這個就是他在這個... 他用這個... 這個好像不能講 這個是其他到他們這個直播主 去看的這個狀況 命理師 其實正封號 也就是現在要賣的這個屋主 正封號 他在幾年前買的時候 他說我根本不知道 有亡靈下咒這件事情 下什麼咒 他當時屋主親身的時候 他又寫了三張紙 他貼在牆壁上 是A4的 非我家人入住所命 就是如果你不是我家人 你硬要住進來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受到冤屈 房子被迫要法拍要賣掉 如果不是我的家人 你入住的人 你的蜜就會納命來 剛剛講的直播主 還特別挑了剛剛那個地點 就是他選擇親身的那個地點 在五樓 他說他一夜都沒有睡好 但是這個人後來也都沒事 可能也代表他自己本身是沒有事的 所以這個睡在親身的屋主 他有睡了半年 這個剛剛那個地方 他睡了半年 他有念這個念經 來可以化解奏願 不過屋主自己有講 他在修房子的時候 工人粉刷牆壁的時候 在沒有其他人在的情況之下 居然有人從他後面推一把 但這個我也想要問一下裕峰 一般的屋主應該不太會講這個 不會把自己的房子 形容得這樣 面目可真一樣 但他形容得好像很直接 他說他有跟冤魂談判 每天念經 念了一個月回向給他 連續拔了九個聖筊 然後屋主就說好 我點頭答應我要離開 我院內沒有那麼重了 不過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當初他這個房子 他選擇親身的時候 還有很多很其他的租客 非常非常多 包括有三口家庭的 還有包括情侶的 還有包括自己住的人 這些人在發生親身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還住著 其中有一對情侶這個女生 情侶中的女生 就把他的經驗PO在PTT上面 分享第一誓言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畫了一張圖 這是他們從一樓到五樓 他們分前後洞 房東的夫妻是住在一樓的前洞 後洞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小情侶 二樓是三人家庭 三樓是三人家庭 但是他們有一個小baby 那這個四樓就是圓PO 就是那一對情侶 五樓有一個單身的男生 後面是房東專用的佛廳 那2013年九月的時候 PO這篇文的女豬哥 他住進去 住了將近快要一年的時候 到了2014年八月的時候 房東突然不見了 隔了一個月他們都找不到他 將近隔了不到一個月 大概兩個多禮拜都找不到他 找房東很多事情要跟他聯絡 人都不見很奇怪 但是他們的房子 開始飄出一股酸味 很詭異的味道 就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後來就有房客去報警 後來發現說 這個從他屍體腐爛的程度 發現他已經這個死在五樓 然後屍體腐爛的程度 大概已經死亡兩個禮拜了 可是住在五樓 這個佛廳的對面 就是他親身的對面 那個單身的男生說 奇怪了 往生兩個禮拜 可是上個禮拜我才剛看過他去拜拜 所以他想說 那我看到的到底是誰 但是後來他們本來想說 那這樣還要繼續住嗎 當時發現這個屍體的時候 是九月的時候 他說那還要繼續住下去嗎 因為可以住到十月底 後來他們說沒關係他就住 本來這個單身男生跟這個情侶說 沒關係我們就住到十月底 可是其實講完這句話不到三天 他就搬走了 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這一個正姓的屋主 他就有一次也是PO出來 他那時候PO的就是1380萬 他當時還說你只要來看屋 我就送你星巴克 成交的話就送你iPhone 11 玉峰 你怎麼看這事情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兩年前就寫過他 他那時候的價錢就是1380萬 但兩年之後其實仲介搞錯了 他拿這個兩年前的 所以那時候才送iPhone 11 現在都已經iPhone 13了 所以屋主就跳出來說 沒有 你要把我去清理亡魂 我去淨化凶宅這些成本 我每天要念72遍的佛經 這要算進去 所以他要1680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他當初買的是多少錢 他當初買的時候是562萬 562萬的單價 因為他的登記權狀面積 才70幾瓶 70幾瓶的話 他這樣子買562萬 一瓶不到8萬 他現在要賣10幾萬 等於說他就是把這些 他去淨化的成本給算進去 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回頭講這個故事 這個房東其實因為他之前 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 所以有一些狀況 有狀況的時候 第一個 他房子住給人家 然後他沒有付水電費 所以這個網友 為什麼會把這個寫進來 因為他就是發現說 怎麼都沒有人來付這個水電費 所以他上上下下才問一問說 好 現在要停電了 要斷水了 我們怎麼辦 他們湊了兩三萬 把這個錢給繳了 繳了之後才有 剛剛耀州跟你剛才講的 好 不管房東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男房客說 我就是要住到10月底 我錢都已經繳了 結果不講武德 三天就搬走 三天搬走一定有貓膩 你都已經付了錢了 都幫房東把這個錢給繳了 他這個房東親身的地方 不在五樓 不在這個單身男子的對面 他在一樓 自己的房間裡面 對 但是他之前 有看到五樓後面佛堂 還有人來 所以房東已經走了兩個禮拜了 還有一個禮拜他都有看到 那到底他看到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自己去想像 或者是其他的房客 他誤以為是房東 對 好 那我們回頭來講 講這個命理師 命理師他就說 我買的房子的成本 然後我這些東西 進化多少錢 好 他講了一個 我覺得很不合理 他說早知道有亡靈下奏 我絕對不會買 我們當初兩年前 寫新聞的時候 有去調過他的法院查封筆錄 我念一個原文 這是查封筆錄上面講的 一名男子坐於地上 懸一繩索 坐於地上懸一繩索 死亡多日 現場無打鬥痕跡 但貼有三張A4紙張 上面寫著 非我家人入住索命 他想不開 他不是說端一個椅子 他是坐在地上 你可以知道說 他的死意有多麼堅決 那這第二個 他除了講說非我家人入住索命之外 他還有點出一個人名 就是他做生意的夥伴 他覺得圈圈圈 我一定去找你 他被夥伴出賣了 對 他被夥伴出賣了 所以他當初走的時候 這個怨念是非常非常的兇的 但現在這個秘理師 他說他已經進化了 已經清零了 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覺得大家就要看說 你到底八字夠不夠重 可是有蠻多網友的 八字比較輕的網友 看到他PO出來的照片 就覺得說這個照片 不太像是已經進化了 當然網友各自的講法 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 這個就是靈異的事情 但是我們以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第一個 他這個房子的格局 他的登記權狀面積才70幾坪 但是他有沒有寫說 室內的100多坪 我的登記權狀就70幾坪 為什麼100多坪 就是針劍 因為這個當初的死者 其實他自己說他是水電 水電師傅 所以他前前後後 這邊往外推 那邊往外推 對 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要賣出去 你要想說你賣出去 你能不能夠接下來 第一個你八字重不重 這是你自己個人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被人家檢舉 因為現在已經是明星劍了 全國知名的 你到底能不能夠 再一層一層轉租出去 我覺得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你這些針劍 對結構安全上 還是多多少少會有點影響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便宜 我們再去想 這個也沒有便宜 你當初買500多 然後你兩年前拿出來賣1380 你賣不掉 你說1150有人要買 其實我覺得1150已經算是行情價了 那你當初沒有賣掉 你現在又加到1680 為什麼會那麼貴 其實實務上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這兩年的房價 台南房價漲到太離譜了 因為有台積電來 所以你今天要買這個房子 如果你有1680 聽我的話 你就去買一個正常的房子就好了 不用買凶宅 因為玉峰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你買凶宅的話 這個銀行是不貸款給你的 就是要負獻 如果你有現金1600多萬 其實你的選擇很多 所以房仲說這個房子 其實有點難賣 另外一個泰國女明星 不信管生的事情 這個命案到現在旋之又旋 隨著有一位所謂的天才大叔 加入了他們這個偵辦的過程裡面 這幾天蹦出了很多新的爆料 而且這些爆料 看起來都非常的戲劇化 泰國女明星也就畫面上這一位 Temo 他其實在泰國是非常非常有名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他去附一個遊艇的派對裡面 結果不小心一個人 就掉到這個水裡面 但後來被發現根本不是意外 很多的證據指出來 他很可能是被經紀人 還有包括其他人所殺害的 所以大家懷疑這件事情 現在最新的消息 這位天才大叔已經查出來 說他的這個屍體裡面血液 居然驗出了所謂的濕生水 也就是濾銷石畔 這樣的一個化學物 他的副作用就是會強烈的嗜碎 馬來西亞的當地的報紙 中國報報導說這個藥物是Temo 他長期服用的藥物之一 不過泰國的外科醫師 調出了他這兩年間所有精神方面 因為他其實家裡壓力很大 所以他有在看精神科 但是他就醫的這一些 開出的藥品裡面 從來都沒有過這一個藥品 這代表什麼 是別人給他的 以及他根本沒有使用這個藥物的 一個習慣 同傳的另外其他五位 包括了三個富商 包括了經紀人 還有包括他們其中一個共同的 女性的一個朋友 這五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血液驗出來了 有管制的藥品 叫做阿普錯倫 阿普錯倫這個藥其實也是一種 會讓你強烈嗜碎的 是要讓你這個紓解壓力的 那指出來是富豪的船主 潑這個人 他說其實是因為這個事情 他又受到全國的矚目 我壓力太大了 我要看焦慮 所以我才有服用這個藥物 但是有一個泰國的律師Ten 他就跳出來爆料說這個五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他曾經有前科 他習慣對女生來下藥 雖然他沒有點名 但是新聞大家都認為說 可能指向了這個船主 現在更關鍵的又蹦出了 兩個最新的影片 也不知道為什麼天才大叔 一家進來之後 新的證據不斷的滾滾的進來 那最新的這個 是比較遠的鏡頭拍出來 雖然畫面有一點模糊 但我們可以看到 感覺好像是在遠遠拍到 有一個人有拉扯的一個情況 甚至在這個影片裡面 還依稀聽到有女生的聲音 講說放開我 救命 這樣的一個聲音 非常清楚的傳達出來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拉扯的畫面 可能因為太暗了 而且這個距離實在太遠 但可以看到有兩個人在拉扯 現在還有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剛剛講到 船上其他五個人 他們當初在整個媒體 在拍攝的過程中發生 不管手臂也好 或者是他們頭部也好 肩膀或者背 這五個人都有出現一些 好像因為跟人家拉扯 而造成的一個傷害 所以是不是這個女明星 在床上面就已經有發生的 被人家打的一個情況 網友說聽到了救命 也聽到她 趕快放開我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影片 可以看到女明星 剛剛看到是在船尾 現在另外一個影片 是在船頭 她疑似被人家拿東西 砸她的頭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雖然也是有一點遠 有一點黑 但是這個畫面比剛剛更清楚 等於說有人高高舉出來 拿了一個東西 往女明星長頭髮的女明星裡面 重擊了幾下 隨後這個長頭髮的女明星 整個人就消失了 就等於說躺在這個船頭裡 船頭的這個地方裡面 這個畫面出來 雖然說沒有很清楚 看不出誰是誰 但就是兩個影片共同的特色 就是有人動手 疑似是不是有重擊她的一個頭部 這個事情為什麼大家會很生氣 因為現在連天才大叔要辦案的時候 聽說在泰國都受到壓力 泰國人最討厭的就是這些權貴 犯了案之後不知悔改 居然還用他們的特權 在2021年的時候就曾經有發生 紅牛的金孫 他開車 酒駕 疑似酒駕飆車 甚至後來查出來他是有用毒品 他把當地的警察撞死了 時速非常高 170公里 後來用各種方式脫罪 整個過程大家看到的是特權脫罪 甚至後來在2020年還發生了 當地的警方宣布 這個事情他們不處理了 不起訴了 後來引發了泰國整個民怨 還走上街頭去抗議 玉峰總看事情 對 我覺得Temo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離奇了 當初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這些遊艇趴的朋友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他們沒有串貢 有人說他這邊已經跌倒了 然後有同挺的 有挺的朋友竟然說 他是要走到後面去小姐 就是要去上廁所 對 要去上廁所 他說拉著人家的大腿 你覺得 對 你覺得有可能 他是一個女明星 有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那這天台大叔 為什麼最近又發生 就是這個東西又重新的 把它扯起來 扯起來就因為他說 其中有人 就是說這影片出來之前 有人已經轉成污點證人的 所以慢慢的把裡面的東西 給拼揍出來 拼揍出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非常的可怕 之前還有講過說 這個有可能是放血 為什麼要放血 就是因為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要放血 放血 對 就說 其實你看 我這影片不是出來的 不是要打他的頭嗎 然後身上有一些 很明顯的刀痕 大家以為說 會不會是他掉落的時候 掉下去的時候 因為這遊艇繼續走 後面螺旋槳在胖 在轉動的時候 其實會有給吸力 然後打到他的身體 後來現在天台大叔說 不是 應該是用摺疊刀來放的 為什麼要放他的血 其實他驗事報告出來了 裡面有這個強姦水 有強姦水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希望說 不要讓警方有機會拿到血液 這個事情真的太離奇了 這些怎麼會發生在這些 這些都是非富即貴的名人身上 但是因為另外有講到說 富豪的船主也有類似的一個潛力 就是說都給人家下藥 其實不管在泰國 不管在台灣 其實這些東西 雖然它是管制藥品 但是這種所謂的強姦水 就是它是一個強力的鎮定劑 當你在鎮定劑把它弄成粉狀 或是把它放在飲料裡面 吞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去派對 或是你出去玩 一定會喝點小酒 當你的強力鎮定劑 然後再加上酒的時候 其實應該已經 我們看這影片 我覺得這個TEMPO 應該已經有點神志不清了 那他在最後的關頭 他還是極力的掙扎 所以身上都要留下這些痕跡 然後那些要去強迫他的人 所以同船五人身上都有傷 才會留下那些傷痕 不然你對比你前面說 他只要去後面上廁所 抓著人家 結果沒 然後車子一動 那個船一動他掉下去 那你這些人就說不過去 但是現在這些事情 會不會有下落 我覺得不會 現在還有個最新 剛剛看到影片 他在影片裡面 直播的過程中 比出了一個手勢一個數字 意思就是說這是在愛序上面 通用的求救的數字 不過有個最新的是 這個影片裡面 居然還有透出了 其他男生的聲音 那男生的聲音是說 你那個朋友很不配合 然後女生說 他的個性 真的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個聲音已經被人家找出來了 對 這聲音已經穿出去了 所以從頭到尾 這件事情是什麼事情 會不會是他的經紀人 幫他外接了這個工作 然後帶到了這個遊艇趴 那這些非富即貴的富豪船主 當然就想說今天就是有局 但是我藥也準備好了 我酒也準備好了 但是這一個tempo他不配合 所以到最後才會變成說 是一個離奇的命案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 正義得以伸張 我覺得很難 因為泰國之前這個紅牛的事情 大家以為說紅牛 是奧地利的運動飲料 然後贊助了很多的職業球隊 贊助了很多的F1 F1就有兩隻紅牛 大紅牛跟小紅牛 但其實我們以前 很早很早以前 就常常去泰國玩的時候 就知道說紅牛其實他的起家是在泰國 所以他那個時候 真的是整個市場都是紅牛的LOGO 那這一個紅牛的小開 其實他是創辦人的兒子 然後當初他爸爸對他很好 你想想看紅牛這麼大的一個市值 他給他2%的股份 這個才27歲 他是紅牛的金孫 對 金孫 然後給他這2%的股份 所以他身價是非常的高 當初為什麼泰國人會那麼生氣 他開了這個法拉利 然後又有酒駕把人家撞死之後 他竟然完全沒事 為什麼完全沒事 因為警方沒有去找他 然後他也不 出庭他也不去 你會覺得說這怎麼可能 如果我們出庭不去的話 那開鋸票把他抓來就好了 但其實沒有 警方因為可能跟他們家族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警方是完全就不理他 那他這個酒駕 還有這個危險駕駛 你酒駕上路 你看到法拉利在市區狂飆 100多公里 然後把一個警察給撞死 這一定有危險駕駕駛 其他的地方是泰國非常熱鬧的地方 如果常去的 他是鬧狙 鬧狙 標速標到170 對 你看到170 你發現這個事情 但是都沒有事情 到最後 因為大家去走上街頭 去抗議就說 你怎麼可能警方 就這樣子放過這一個人 好 那沒有辦法了 大家想說好吧 你警方不行 檢方你要發一個通緝吧 竟然有人通風報信 通緝令 譬如說他在今天0.001生肖的時候 前一天他就可以飛走了 到目前為止 而且他搭的是非常高貴的私人飛機 對 然後你搭了私人飛機 你就跑了也就算了 他去幹嘛 他去看他們紅牛車隊 F1的這個比賽 然後到處去IG上面打卡 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過得很好 那你說現在又發生這個TEMO的事情 從頭來看 如果這個紅牛的小開到目前為止 2012年發生事情 已經10年了 你還正義無法得以伸張的話 我覺得這個TEMO這件事情 就算有鄉民辦案 就算有再多的影片出來 因為你證實 你不管那個油艇就是了 那只要就是的話 那總會有這個打人的動作 以台灣來講的話 這就是證據確鑿了 但是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清早的皇帝乾隆 又有一顆印章拍賣了 價格相當不錯 你知道乾隆有多少個印章嗎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